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北京一个财政所里面各种各样的人 他们平庸的生活 一个财政所里面各种人 他们平庸的生活 这是一个事态讽刺小说 其中有三个角色是比较主要的 一个是老张 是个很严通的人 老李是个很老实的人 还有个小赵 是个无赖 恶棍 三种人物类型 三个人生的信条 那么前两种人呢 就是那个老张 严通的 老李 老实的 是在那种庸俗的环境里面 他是吃不开的 老实人吃不开 所以小赵 刚才说的那个恶棍 无赖 在有流氓性的 是吧 在当时那个环境里面 如意得水 辅作非为 实际上写的是一个北京的一个财政所 是普通的生活 常见的东西 但是他对那个 当时那个社会怪现状的一个嘲讽 这个小说的重心还是什么 还是写文化 文化批判 是吧 这个李芬里面呢 我们看看 这个 张大哥 张大哥呢 刚才说了 这个小说写 他是一个很严通的人 是吧 这个 我们在老北京里面 常常会看到这样的角色 是吧 非常会做人 很严通 也很会过日子 这个老舍 有一句话 这样来说他 说 地狱里面最安分的少年鬼 就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里面 他能过得很好的 这样一个人 其实啊 这个 这个人 老张 他的生活的准则 就是 通常人都习惯的 那种古训 就是军寻的那种古训 叫知足任命 是吧 当然 从一个人生之学来说 你也很难说他的不好 但作为一个生活态度呢 在这里是批评的 知足任命 所以呢 老张 他一切都是莫所成规的 小心翼翼的 要保住自己的那个 基本的 小康的生活 他是害怕一切的变 所以小说一开头啊 就用非常夸张的笔墨 来写这个老张 他说啊 有这样一句话 大家看看啊 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 神圣的使命 就两件事啊 做媒人或反对离分 这小说 总的题目叫离分 是吧 就是他这个张大哥两个使命 做媒人或反对离分 这个话是有点条款 但又有象征的意味 对张大哥来说啊 离分不管有什么理由 就是对既有刺激的破败 是吧 所以他一生做的工作就是调和 凑合着过日子 那么张大哥借套 由分价观念为基点的 而推演出来的人生哲学 看起来好像对分音的一种看法 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哲学 就体现了传统文化那种封闭 自主的一面 就是说老舍想通过这件事来探讨 这样一个问题 有气的是呢 千方百戒要戳合着过日子的张大哥呢 最后他自己呢 后院起伏了 闹起了家庭纠纷 所以我们跳出来啊 提升一点来看 张大哥的麻烦呢 似乎也可以看着是 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一个危机 我们看这小说有时要稍微跳出来看看 看到底作家的 他的试点 他的含义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小说它深刻的地方呢 就是辛拉的揭示了 张大哥式的哲学的困境 他不是有一套过日子的哲学嘛 是吧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它陷入了困境 这位张大哥的哲学 人生哲学 或者是待人处事的准则呢 在小说里面是做了概括性的描述的 小说有这样一计划 凡是经个小摔子一摔 就不会走到极端上去 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了贫囊 而要平地里筛跟头的 张大哥最不喜欢筛跟头 他的衣裳 帽子 属套 烟斗 属壮 前世摩登人 用过半年多以后 而顽固的老的 寒小在思索两三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 当然这是一种嘲讽 实际上是写一种保守敷衍的人生态度 所以老舍呢写这个老派市民呢写的是很可笑 很讽刺 但是我们阅读的时候呢 应该通过这种可笑的情节去体会 它背后的文化的思考 文化的反思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四四同堂》 来看老舍呢在老派市民身上 所倾注的那种批判性的感情 是吧 这种感情是复杂的 那个《四四同堂》啊 是四十年代后期 中期后期的作品 小说写的是北京 西城 一条胡同里面 几户居民的那个命运 是吧 就抗战时期了 就展示了那个时期啊 抗战时期啊 各个阶层的生活 思想 心理 情感的变迁 所以老舍写这个小说 它是非常认真 是吧 它是作为国篇 国家的国 国篇 所以想通过这个小说来写一个国家 是吧 这个爱国的情怀呢 在作品里面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一般评论呢 都把这个《四四同堂》 看成是一个爱国主义小说 是吧 当然这样说法是很充分 有道理的 但是是不够的 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这个作品里面 是体现了老舍啊 这个一个艺术试点 就是对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反思 是吧 对那个老派市民描写里面 这个进行一种文化的批判 所以我们知道啊 《四四同堂》里面写到一个 旗家的 这个家庭里面 这个老太爷啊 这个人物大家可能有印象 这个老太爷啊 就是一个北京市老派市民 旧派市民的一个典型 他在身上集中了北京市市民文化的金税 是吧 所以一个呢 他表现了很缺懦的回避政治和一切的纷争 他是不问这个世事的啊 甚至日本人打到北京呢 在他看来 只要准备一些咸菜准备一些粮食 把自家门堵上 就快万事打击了 是吧 他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这样的人 都快当王国奴了 这个老人呢 还想着自己过生日 是吧 他也有这么一句话 别管天下怎么乱 咱北平人忘不了礼节 这个北京人是非常讲 这个老北京人非常讲这个礼 是吧 虽然这个是贫头百姓 心里呢 总忘不了 把人呢 分成这个 尊卑贵贱啊 这个忠实的 真诚的 按照祖传的礼教 去办事 这处处呢 都讲这个排场 体面啊 讲旅 这个老北京讲旅啊 是非常特殊的 他奉行的是和气生财 生财的人生哲学 很善良 很善良 但善良到了 逆来顺速的地步 他像这个 这个给来超家的那些便衣啊 激功 微笑 佛爱的 接受训事 他非常同情 他的邻机 有个叫钱莫仁嘛 这个比较外国的一个人士啊 他受到日军的领容 他非常同情他 但他怕连累到自己 所以他不敢去探望一下这个老朋友 所以整个这个老太爷 他性格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吧 表现得懦弱 激菌 苟安 但是同时他又是善良的 所以这个是作者非常熟悉的一种人物 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像老马先生啊 张大哥啊 跟现在这个齐老太爷都是一个类型 所不同的是作家在批判齐老太爷 反思他那种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呢 他没忘记时代的变迁 当时写的是抗战时期 所以当这个齐老太爷发现自己的这套行不通的时候 就是说被逼到被日本人逼到想当奴隶都不行的时候 他终于勇敢的起来捍卫这个民族的尊严 人的尊严 后来这个齐老太爷也有变化了 是吧 在《四世同堂》里面呢 写这个老人写得很成功的 这个小说写了齐老太爷 齐瑞宣还有很多人呢 他思想性格的里边呢 这个有些弱点 实际上呢就是老舍所要表现的传统文化 北京文化里面蕴含的国民性的弱点 或者倒过来说国民性弱点里面 所蕴含的这个文化的那些弊病啊 这是另外的很想写的 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变迁过程中 他这个困扰 在分析了这些所谓的旧派市民 老派市民形象 以及呢 对传统文化略根性的批判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了 老舍这个作家 确实和其他作家不同 他好像不是那么激进的 他也不追管思潮 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啊 这个他对传统文化有批判有反思 他对外来的 对西方的 包括对其他这个外来的那种思潮 包括资本主义的文明 他也是批判 也是采取季节 谨顺的排挤的态度 这种态度呢 就表现在哪呢 集中表现在 对新派市民的那种形象的 这种漫画式的描写 他写老派市民的时候 更多是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是吧 写到这个新派市民的时候 更多是对外来文化的 一种排挤 一种漫画式的描写 所以前面说到那个小说 像《纽天赤传》 《黎芬》 《四四同堂》里面 都有这样的新的人物 都出现过一个 一位足心 一位求阳世生活 而丧失了自己人格的 那种堕落的人物 就追那个新潮 事实上失去了自己根基的 其中像蓝小山 帝约翰 这叫西仔了 是吧 就叫做完全追随 西方思潮的 也有像《张天真》 《齐瑞峰》 《灌昭地》 这类顽固之地 是吧 所以老舍写到这些新人的时候 他几乎用的都是 非常刻薄的 讽刺的一种 这个手法 是吧 这给他 这个一种 很可笑的 漫画式的 这种肖像的描写 在《四四同堂》里面 那个齐瑞峰 也是这一类 必嘲讽的 洋派青年 只不过呢 他更加令人恶心的 就在洋位里面 又带有一种 汉奸位 这老舍陛下呢 这些角色呢 因为嘲讽的意味太浓 刻画呢 不像深入 有点类型化的形象 这老舍所写的 老派市民呢 这个虽然带有一种 悲剧的意味 而在给新派市民 画漫画的时候呢 他那种 披衣不屑的感情呢 变一年表了 他写这类人物的时候呢 是有时候 这个一年表 就所描写的 道德是犯 价值混乱而言 老舍的批判呢 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然而这种比较 浮潜的嘲讽 或者批评里面呢 又包含有 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老舍呢 这种讽刺里面呢 又对西方文明的反思 老舍作品里面的思想内涵呢 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就批判传统文明 那种失落感 跟批判 对那个新潮的那种激愤之情 他对新的事物啊 有时候比较保守 常常交织在一块 并贯穿在他的 很多的享受之中 那么值得注意的是 在一些表现 底层市民的 这个作品里面呢 也贯穿着批判 或排斥 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那个中篇小说 叶炎是吧 叶炎就表现了这个主题的特色 这篇小说啊 写得很有诗意 也很感人 这不知识呢 因为作品里面 那个母女两代 都是研发女子当妓女了 是吧 她的故事非常悲惨 不知识这个故事悲惨 令人同情 也是因为写了两代人的生活道路 的离散 以相继 她们母女啊 分开了又相聚了 她背后啊 隐含着的精神上的那种离散 以合一 就是她们那个 看起来故事是写 这个离散和相聚 实际上是精神上的离散 以合一 所以小说在展示母亲从生活中 都来的那个那个那句话 所谓的真理 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她对她母亲来说 她当妓女嘛 肚子饿不能够生活 是最大的真理 这个是带有原始残酷性的一个生活经验的 是吧 这是母亲的这一代 生活就是维持生活是最重要的 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 是吧 到了那个女儿这里呢 她是从新朝中结束了那种恋爱神圣 婚姻自由等新的观念之间的矛盾 是吧 所以她的母亲跟那个女儿这一代呢 是有矛盾的 她女儿的恋爱神圣 婚姻自主有这个新的观念 耐人神威的时候在老舍的笔下呢 这个矛盾 这个母女两代的矛盾的解释方式 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 像女儿的新思潮靠拢 而是相反 这个老舍力图呢 向读者说明 正是母亲的生活真理 能够通向真正的觉醒 是吧 这样呢 老舍呢就从对五四以来啊 新兴的西方资产阶级过性解放的思潮 做出了她自己独特的判断 五四以来都讲过性解放 那么老舍在这里进行反思 是吧 她站在挣扎和饥饿线上的 下层的那种平民的立场 她站在这个底层的立场 尖锐的指出 在多数穷人 连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 在这种状况下的时候啊 多数人都处在饥饿的时候 所谓的爱情 自然是买卖 是吧 所谓的自由分音 爱情神圣等等 不过是骗人的空目 是吧 她最基本的生活 必须要保证 那说到这里啊 我们就联想到老舍 在骆驼箱子里面 也有类似的话 这个骆驼箱子等一下要讲 是吧 她里面有句话叫 爱与不爱 穷人呢 得在金钱上决定 爱还是不爱 是主要金钱 精神呢 只生在大富人家 当然这句话呢 说的好像是有点 这个太这个残酷 也太过了 太偏了 但是她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老舍对西方 过性解放思潮的质疑 对五四以来 这种新思潮的质疑 我反思 在作者所设定的 像叶牙 这样的描写范围之内 叶牙写的是 距离 是底层的生活 里边呢 确实是有 她的深刻性的 然而在老舍的前部作品的描写中 在多数的作品描写中 是吧 这种批判或多或少的表现为 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 他对这个新的思潮 对西方的弊病是有警惕的 而将封建中法的社会 封建中法社会 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主义 就是它排斥这种新思潮的同时 多少表现出 有一种美化 传统的那种民粹主义的情教 它一切从最普通的所谓的民众 这个角度来说 好像是代表民众 实际上不见得 所以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 在中国这样既有悠久的文化传统 小生产方式 以避锁的生活方式 占优势的文明五国 是有特别的土壤的 是有特别土壤的 以老派市民和新派的市民 形象系列所比较 是吧 这个老舍的笔下呢 又出现了正派 或者是理想的市民形象 又出现了这样 所谓正派和理想的市民形象 显然老舍在描写 城市的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 产生的文化变迁 和分裂的那种途径的时候 他还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是吧 看起来老舍的创作 是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 所以他想理想 他写理想市民的时候 是为了探索文化转型的出入 是为了让他的作品 变得更有教育意义 思想意义的教化功能 不过老舍常常是带有一种浓厚的 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念 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的性格 老舍早期的作品里面呢 那叫理想市民 无论是老张的 最学里面的赵氏 是吧 赵子叶里面有个叫赵锦淳 还是二马里面有个李子荣 李芬里面的丁二爷 丁二爷 这些都是理想市民 都是所谓狭客实干家 老舍对那个带有狭义精神的人物 他是比较欣赏的 还有实干的精神 这反映了中国传统的 小市民的理想 这些小说 大多是以理想市民的狭义行动 为善良的平民百姓 所谓仇奸 这些小说里面出现很多 路见不品 拔刀相助 这样一个狭客的人物 而且结局呢 都是大团圆式的 这就显示出了 老舍他有这样一个方面 就是他很真诚 很天真 但是呢也有思想的平容 真诚天真善良 但是也有平容的一面 就是说中国现代作家 对现实的批判方面呢 经常都显露出 他的思想的深刻性 在批判的时候 好像比较深刻 但一写到理想呢 就表现为思想的平容 就往往一写到理想的时候 这个表现出思想的平容 这个现象是非常发人 深思的 中国现代作家 不光是老舍 老舍表现得更为突出一点 在批判的时候 对传统的批判 对现实的批判 他可能比较深刻 但一写到理想呢 就是往往表现出思想的平容 所以这是一个现代的作家里面的一种现象 以上呢 我们主要是研究了 老舍的市民社会 他描写的时候 所表现的那种文化批判意识 这当然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重要的方面 还应当看到 老舍在批判传统文化弊病的时候 他尽管有时候表现出一个比较平庸的思想 那么对传统的失落 有一种很复杂的这种感情 但他的可贵的地方 在意 他不忘记 从对传统文化 民族性格潜在力量的挖掘中 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 就是说 他这个可贵的地方在这里 他虽然有缺点 他在写这个传统文化的挖掘里面 来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 所以在四世同堂里面呢 我们看到老舍呢 是这样明确地指出 里面有一句话叫传统文化 是应当用摔子摔一下 用摔子摔一下 摔弃灰土 剩下几块真金 这个真金呢 就是真正中国文化的真实力量 他对传统也并不是前盘否定 他认为里面呢 有些是有价值的东西 虽然也是旧的 但正是一种可以革新的基础 所以在小说里面呢 他写了很多的人物啊 包括四世同堂里面 像天佑太太 还有那个主要的一个女性角色 叫韵梅 普通的家庭祖父 都是很传统的人物 但是他们很善良 坚韵 他们的心性 在老舍的笔下 就是真金 所以对他们是赞扬的 他们平时成天操心 老人小孩 油盐降助 民族危难 降临的时候呢 这些女的 他也能够挺胜而出 坚毅成着 是吧 忘法的独立支持 所以这个人物啊 在小说里面都是得到赞扬的 在战时 在抗战时期 那种生活的艰难的磨难中 这个这些人呢 看到四面是墙的燕子外边的世界 燕子外边世界他也看到了 把自己的无私 那种关怀 也爱 由家庭来扩展到整个国家民族 所以这个新派 这里 这里是一个正派的 所谓正派的市民 在老舍的笔下呢 是得到赞扬的 在老舍看来 为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所唤起的这种坚韵的 不屈的 勇以自我牺牲的精神 就是可以我们建设新的民族 新的国家的一种精神的力量 这是他希望以未来的 是吧 标志着老舍的创作呢 使到时代的发展 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特别到四世同堂啊 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不再停留在一般的批判 他是有他的 对未来的一种组望啊